夏天不仅气温高,还有一种动物最招人烦了,说的就是蚊子,尤其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,如果没有做好防蚊措施,这蚊子一直会在我们耳边嗡嗡的响,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,还会吸走我们的血液,让被咬的皮肤很痒,这一晚上都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 为了防止这个可怕的蚊子影响到我们的睡眠,蚊香又出事了,可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蚊香,传言说,要是在夏天经常点蚊香的话,金子会出现中毒的现象,多种不适感,而重子还会有致癌的危险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在关于蚊香的传言当中,书蚊香的危害非常大,如果是跟香烟相比较的话,甚至是能跟一百根香烟相比,出现白血病等情况。 实际上,这种说法都是不科学的,在最早的时候,发生了现在蚊香的主要成分菊子类物质,并且它对蟲子的攻击力非常的弱,但是它的毒性却非常的小,只需要把它放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,让它能够与环境中的空气融合就可以了。 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蚊香,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菊子类物质,对身体健康是不会构成威胁的。 但要注意的是,最好不要购买没有厂家标志的蚊香,这样的蚊香很可能是劣质的产品。 经常使用这样的蚊香,很可能会有发慢性中毒等现象,如头晕,头疼等。 所以,需要大家购买正规厂家的蚊香,而正规厂家生产的蚊香,在你点燃的七个小时之内,蚊香中的成分反应也只是在0.25%左右,远远低于国家对蚊香的安全标准。 所以,夏天经常点蚊香,并不会对身体健康有影响。 当然,蚊香释放出来的味道还是比较大,对于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人群,或者是患有呼吸到疾病的人群,闻起来会比较难受。 对于这门人群,大家不妨把经常点灯蚊香换成点蚊香,这样使用起来会更方便。 同时,味道上也会小很多,对身体健康就是有利的了。 最后推荐大家最普遍的一种去闻方式,就是使用蚊帐,这种最古老的方式使用起来不仅方便,而且防蚊的效果也是很好的。 避免因为蚊香这种带气味的产品,给身体带来不适的一些反应,只需要大家注意在睡觉的时候,把自己周围的蚊帐,做好密封信就可以了,是个最佳的防蚊方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防蚊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